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不能让我们说的 我们就不准说 然后呢 等到你们盖上神而透过的章 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自己的声音 我们才能写我们自己想写的 等到你不想听了 你们不愿意听了 我们又要消失 我们又要不见 够啊 小心 你再这样想下去 连处长也跑不了你 我不咬啊 我现在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 走 走得越远越好 活下去 你 历史 从来不问一个人的意志而安排 不是吗 当你遥望天际 母亲会一直守护着你 这是母亲 能够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望而不忧伤 望而不忧伤 你可曾想过母亲 为了等你回来她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 为了你那愚蠢的西征 她不知道牺牲了多少的青春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代价 大王 不妙 耿金钟向我们求援 我们应该尽数派兵 不 老师 我们应该趁着他忙着对付清军的时候 拿下福州 现在这个秦师拿下福州的确是易如凡掌 但是真正的敌人是满清 耿金钟要是败了 你们也撑不了多久 只要拿下福州 只要拿下福州 我们就有足够兵力了 到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满清了 您太低估满人了 现在您能称霸整个闽中地区 虽然满清忙着对付这些藩镇 无暇管我们 但倘若这三分钟少了一个 他们就可以聚齐兵力 从这个缺口做突破 到时候 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 都将复制一具啊 老师 你太胆小了 那么您就当作同情耿金钟 派兵救援 顺便卖他一个人情 如果心不够狠 如何带领一支军队啊 在您做决定之前 我希望您不要忘记 您父亲生前的遗志 是光复大明王朝啊 我不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 那么您又是为了什么 我是为了我自己 如果梦醒了 我的罪是不是也能赎清人了 我们好多了 clicking吧 我在这里 我愿意 找到一个阶段 钟 给我 给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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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我来